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带步动画短片寻找生命 故事一开始 我们的女主阿努克正孤零零的坐在一所孤儿院的外的旧墙上 看着她忧愁的神情似乎有什么新事 突然后面传来了脚步的声音 阿努克一看 是一个身着黑袍的男人向他走来 在阿努克再凑上前一看 发现男人消失了 他感到非常的疑惑和不解 而此时那个男人已经站到阿努克的后面了 手上举着一个破旧不堪的大镰刀 很明显这个男人是一个死神 不过因为这把镰刀已经太破旧了 还没有成功带走阿努克的生命镰刀就断了 不过这个天真的小女孩 丝毫没有感到自己处境多么危险 还想把玩一下死神手中的镰刀 见死神不给玩就擅自的触碰了一下 哎 就是一个熊孩子 这下好了死神的镰刀消失了 他非常的生气 死神说这不是人类可以触摸的东西 现在死神必须要找新的镰刀了 看见死神离开的身影 阿努克非常的愧疚 但是他突然想到 没理可以找到新的镰刀了 最后死神还是叹了口气 跟着小女孩走了 在路上 阿努克嘴巴一直都没有闲着 虽然孤儿院院长 禁止大家在废墟附近活动 但是阿努克却非常的喜欢 因为其他的小伙伴都非常惧怕那里 这样一来就没有人能打扰到他了 而这时的阿努克唠唠叨叨 说个没完 死神脑袋都快炸掉了 但阿努克还是厚着脸皮的继续说着 他从小就被父母抛弃了 更不知道他们叫什么 在孤儿院唯一的朋友就是易克 不过他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回来过了 现在就单独剩下了阿努克一个人了 说到这儿死神也终于忍无可忍了 你能把嘴巴闭上吗 可阿努克表示不服还是说个不听 结果就在下一秒 就被地上树枝绊倒了 后面的死神也忍不住脱消息来 虽然他有点尴尬 但是他的字典里没有浮出俩字 看到死神被自己捉弄了 阿努克也笑了起来 紧接着他俩终于走出了树林 只要穿过这条马路 就能到达那所废墟了 随后死神跟着阿努克来到了废墟里面 原来阿努克嘴里锁出的镰刀 其实是一个雕像 看样子这个镰刀根本就拿不下来 这让他非常的失落 不过死神还是走了上去 想要试一下 在和雕像对视过后 紧握镰刀的手突然松开了 而这个外貌酷似石头的镰刀 里面居然真真实实藏着一把精致镰刀 就在这时 远处突然传来了钟的声音 他必须要回去了 不然的话 孤儿院的老师们肯定又会大发大叫 可阿努克说自己并不想回到孤儿院 还问死神能不能带他一起走 最后死神还是委婉地拒绝了 不过阿努克也是一个迷失里的人 给了死神一个大大的熊帽 在临走前 阿努克再问死神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死神就点了点头 在阿努克 每走多久外面就传来了车轮滚动声和马的嘶叫声 有死神出现的地方必定会发生些什么 不过这件事对于阿努克来讲应该算是好事 因为他再也不会是孤单一人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小伙伴们还想看什么类型电影呢 请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